節目一定要看到最後 壓軸要告訴大家 要幫大家做功課 還沒有哪些基本面很好 季期又低 會漲的股票 公公邊 老師說傳產股 你已經到不到低季期 現在低季期的股票 一定都在電子股上 所以還是要有題材 那今天的報紙 我們看到大 所有大報 都在講這個 馬斯克的系列計畫 那這個不是我們的 是報紙幫我們整理出來了 就是他整理做的市長 那這一檔公司不用說了 開牌 掉一層檔停牌 打開 又鎖匙 那鎖匙的公司我們不用買 但是我們要看 我們要跟他說這個題材有多夯 去年他賠0.12 今年第一季賠0.49 股價 這是昨天的黑錢 因為他今天膨上去50塊 50塊 我提醒大家 怎麼樣 去年賠錢 第一季也賠錢 禁止是要10.1 但他最有題材 我們沒有說他不能漲 但是他能漲 一定就能帶動其他的比價 那我們可以看到 金保集團是這一次接最多的 那金保的股價如果跟他比起來 他第一季賠錢 他第一季賠錢 他要禁止11比30比他還高 去年他賺0.11億元 是都比他還好 那股價呢 這不用我看了吧 這不用我說了 這個是底部 這是底部倒不能帶底部 所以金保的股價在這邊買 你可能風險低 然後利潤高 那當然你說金保這張股票 大家可能認為這不活潑 這個太一直都低價 那我們就來講集團裡面活潑的 要買會長的 對 金保集團裡面有個叫康書 那他的特色在哪裡 他既是新煉計畫 也是特斯拉概念股 我們都知道新煉計畫也是特斯拉 他就是特斯拉的最愛了 好 請問大家做參考 文恩 這個時間點 股票比較難挑 其實也還好啦 低檔股票3260威剛 那我們都知道最近低潤的報價 他是往上做揚升 那威剛特斯拉的好處 相對於南亞科的部分 相對華房店 他有很多低價的庫存 這是為什麼你其實在看財報的時候 你不凡回國去看他的營業利益率 甚至包括他的營收 他都是連續正成長 而且他的營收已經連續將高達半年 都是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他可以在那邊修理你 修理將近有 將近有兩三個禮拜時間 好不容易做一個所謂突破 那只是說呢 因為他的股性比較扭 比較不活潑 所以說他可能會走這樣的模式 走階梯的模式 階梯的模式 那另外一檔股票的話 我個人認為他的股性就稍微比威剛稍微活潑一點 就是二三四二的貿易 那為什麼選擇貿易這檔股票呢 因為剛剛我們有提到八五蓬城 他是標標準整的中美經濟團 那貿易的話 他又是幫蓬城做代工的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呢 在整個十二吋晶圓 甚至八吋晶圓 他的產能都滿載滿到爆炸了 都拿去做車用的 所以說呢 他會有一個外衣的效果 從八吋外衣到六吋的晶圓廠 六吋晶圓廠他現在也要調漲他的報價 而且貿易的董事長也表示 他從一次調漲 二次調漲 甚至不排除在第三季 第四季 要進入第三次的調漲 所以說如果說以六勝產能篩爆 而且價格往上做揚升 報價往上做揚升的話 我認為說這兩股票 基期算是很低 你看從二十六塊三 到現在而為止 幾乎都沒什麼樣的漲 所以說只要五日移動平均線 沒有跌破之前 你們都可以留意他的買點 所以你覺得他有爆發點 有爆發點 有亮點 畢竟是集團股 OK 好 提供大家做參考 這個有看到好股票嗎 繼續觀察本來自己關注的 可以嗎 下禮拜來告訴我們 他又買了什麼 我們再來解讀一下 好 感謝今天欣賞所有的來賓 其實現在看起來 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利多在發酵 祝福大家看我們的節目 獲利N趴 下禮拜再揪您一起來開趴囉 拜拜 字幕提供 忽然是跟您 unser勝負 二個人 olin�eme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